多脑卵巢综合中常用的药物 西药方面主要调整月经周期的 有副方口服避孕药 还有孕激素 降低胰岛素抵抗的 有胰岛素增盈剂二甲双瓜 目前常用的 粗排卵的药物呢 包括像克罗米酸 还有方向化酶抑制剂来取作 这个是临床常用的 还有粗细腺激素 释放激素激动剂等 这个是粗排卵的时候常用的药物 中药方面根据不同的症候 多用不肾活血 或者是腺脾去痰立湿 或者是输肝里气的药物 或者是清肝泄火的药物 所有的药物 一定要在正规的医院的 医生指导下进行服用 了解 这衣会有什么 固养的医院 或是隍医院的医院 在压医院的医院 也想用银子 活着 3个咸 我们在来的医院 也想用银子 渐leşt� 10分钟 入为